大家好,我是泰鞋小刚 欢迎来到短片真相系列 今天来看几个网友们难以辨识的生物短片 第一个短片是近期很多人讨论的神秘生物 海中棉花糖 它是由日本割三线的一个水族馆 在推特上发布的影片 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看起来像是棉花糖 又像是一朵云的生物 在水箱中缓慢移动 旁边还有一只不知所云 一动也不动的螃蟹 它究竟是什么生物呢? 当然可能会让你有些吃惊 因为它就是它 没错,会这样说是因为 这个生物的真实身份 其实是一种名为傲式砍蟹的罕见螃蟹 而旁边的这一只螃蟹 其实是它脱下来的壳 它原本就是长这样的 但脱下壳后 就会变成这软绵绵轻飘飘的模样 这个形态 其实就很像各位爱吃的软壳蟹 在我之前的影片里也介绍过 软壳蟹其实就是刚脱完壳的螃蟹 此时的螃蟹身体还是柔软的状态 需要一段时间外壳才会变硬 所以在这个时期的螃蟹被放上餐桌后 不需要剥壳可以连肉带壳一起吃 受到很多老涛的喜爱 不过也因为如此 东南亚有一些业者 为了增加软壳蟹的产量 用一种极为残忍的方式 它们会将螃蟹的六只脚折断 只留下最后两只脚 让螃蟹维持进食的能力 此时的螃蟹为了生成下去 会开始努力的进食 尽早脱壳让脚长回来 业者也就能以最快的速度 取得刚脱完壳的软壳蟹 听起来真的挺吓人的 所以这一只罕见的奥式铠蟹 就是处于这一个软壳蟹的患壳阶段 它这一个全身软绵绵毛绒的模样 其实只会维持一天 接下来它身上的毛 就会开始逐渐变色 恢复成原本的模样 壳的硬度也会恢复正常 一年大概也就脱壳一到两次吧 代表这个画面是相当罕见的 有趣的是 我在留言区看到很多人说 很想要吃这一个 看起来像是棉花糖的螃蟹 感觉很好吃 但我是不太建议啦 事实上我在看到这一个报道前 就对这一只螃蟹有印象 因为我之前在文献上看过 它曾在台湾的澎湖被捕获过 由于它喜欢栖息在10到35公尺深的岩石区 所以有时候会被抵托船给托上岸 是日本香魔湾至东海及台湾都有分布的物种 不过同时 它也是蟹类科别中 有毒物种较多 毒性较强的扇蟹科的一员 这些螃蟹 其实很多都没有自己产生毒素的能力 但是当它们吃掉有毒的藻类或贝类后 毒素就会累积到它们的体内 让它们变成有毒的个体 所以一些季节 当有毒性的藻类或贝类数量变多 都会使这些螃蟹体内的毒素含量提升 一些毒素不止烹煮后不会消失 甚至没有完美的解毒剂 相当危险 而奥士凯蟹 你其实可以从它熬足末端呈现磁状的形态 推测它也是会吃藻类的螃蟹 所以虽然在文献上 我是没有看到它是有毒的品种 它也不在台湾沿海毒螃蟹的名单内 但是对于吃螃蟹这件事 我还是不建议尝试那些奇怪与罕见的物种 选择吃常见的螃蟹才是最安全的做法 不知道你认不认同呢 这个经营在网络上疯传的短片 来自一名在新加坡海滩散步的游客 他在海滩散步时 巧遇了这一只诡异的生物 这个生物身体埋在沙中 只露出一颗头 他的眼神呆滞 望着天空 还带着一个性感的后唇 看起来跟人类还真的有点像 不知道是不是发现自己的踪迹泄漏 他突然开始张开血盆大口 口吐泡泡 并在一瞬间消失在沙中 原来人们面鱼是真实存在的 他究竟是什么生物呢 其实这个生物有一个相当浪漫的名字 占星鱼 网友找到的这一只呢 为披肩占星鱼 是气息在热带亚热带的前海地区的物种 体长大约20到30公分 它是相当特别的鱼类 光从那几乎长在头顶的眼睛 你就能发现了 这个眼睛我让它看起来像是 随时都在仰望星空 所以才会被称为占星鱼 不过其实它在小时候 眼睛是跟正常鱼一样长在两边的哦 只要它长大 一动到沙中生活时 眼睛才会慢慢的转移到头顶 当然会有这样独特的改变 和它们的狩猎习惯脱不了关系 陈寗的占星鱼 是完全适应沙中生活的鱼类 身体被适度的拉长 铲子撞着胸骑 能够快速的在几秒钟内 将自己埋入沙中 眼睛与鼻子策略性的位于头顶 能在身体被掩埋时保持在沙子上 嘴巴上有刷毛 避免过多的沙子进入嘴巴 这个被网友看到的状态 正是它们准备伏击猎物的姿态 平时它们就会这样待在沙中 只露出一张脸 等待任何可口的猎物经过 只要有适当大小 能一口吞的小鱼 甲壳类或投足类生物经过 它们就会瞬间从沙中张开大口 形成负压 将猎物一口吸入嘴中 咬合的速度相当惊人 能在0.15秒内捕获猎物 如果生意比较差 没猎物上门时 一些物种还会用下巴看起来像是 乳虫的衍生物 充当诱饵吸引猎物靠近 是十分强大的猎手 不过它的特殊之处不止如此 其他的特点 也是为什么会建议遇见这生物的人 尽量离它远一点的原因 因为你除了可能会被它咬之外 还有可能会中毒 以及被电击 没错 占星云除了拥有血盆大口之外 在塞盖后边还有一对毒刺 如果不小心踩到它 很有可能会被毒刺遮伤 毒性的强度也是看物种的定 像是在地中海地区的物种 就有较多人类死亡的案例发生 此外 部分的物种 在眼睛的后方 还拥有能够放电的特殊器官 能够释放出约50伏特的电流 听到这个数字 大概就知道这个电流其实蛮弱的 没错 占星云的放电攻击 其实和它的毒刺一样 都只是用来下跑猎死者的防御机制 很少用来攻击猎物 甚至连电晕猎物 都有点没办法 而且放完电后 为了下一次的攻击 它们还会需要进食补充电力 像一个充电宝一样 并不具有很强的杀伤力 不过其实如此 我相信应该没有人会想要突然在沙滩上 体验被咬 被电 甚至是中毒送医的体验吧 所以如果可以 看到它还是要尽量保持安全距离哦 接着再看这个深海疫情的短片前 请先让我介绍这一部经典 又有点可怕的会员影片 会长毛的人皮书 没错 虽然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见过 但是在事业上 其实存在不少本又人皮制成的书哦 而且有趣的是 这些用人皮制成的书背后 往往都有一段诡异的故事 许多人声称 阅读这些书时 会看到可怕的幻象 与听到诡异的声音 其中有本人皮书 甚至还会不断的长出毛发 就像是有生命一般 不止如此 在古代还有所谓的人皮书装定术 使用这诡异功法的人 除了有特殊癖好的医生之外 还有可怕的集中营管理者 甚至当时还有以人皮书 作为犯人惩罚的做法 究竟那是怎样的恐怖时代 以及长毛的人皮书 背后的秘密是什么呢 想知道的话 快点点选右上角的会员影片吧 现在继续我们的主题 这个长相诡异 有如异形一般的生物 真实身份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生物 我相信应该不少人曾经看过它哦 只不过你可能每一次看到它 它都长得不太一样 让你认不太出来 因为它的身体哦 有太多的部位可以做出形态变化 包括下巴 胃部 伸直器等等等等 有乡名表示 从S光片来看哦 它甚至还长得有点像是龙 但是这一长哦 其实是放反了啦 这个看似头上脚的部位哦 其实是它折叠的下巴 这样说 不知道你有没有猜出它的身份 它就是有 散嘴吞食者 吞咽鰻鱼 等称号的吞蛮 或称替狐蛮 会有这么多称号的原因也很简单哦 因为它拥有和鰻鱼一样修长的身躯 以及那标志性的夸张巨大嘴巴 这一个片段可能不少人有印象 这也是许多学者第一次看到这生物的样子哦 一颗存在深海漂浮的气球 那个巨大的球体哦 真是它那形状多变 能折叠与膨胀的下巴与嘴巴 当然它会有如此诡异的形态 原因可以从它的生活习性窥之一二 替狐蛮平时生活在900到8000公尺深的深海里 人们有很长的时间都不知道它的存在 原因是因为替狐蛮不像很多的深海生物 会进行白天躲在深海 晚上跑到海面上觅食的日夜垂直迁移 它基本上都待在深海里不会浮上水面 这让它既不需要鱼镖也没有负齐 只留下一条能够缓慢游动的边状尾巴 在深海中漂浮 但是我们都知道 深海的食物资源是比不上前海的 因此为了在深海生存 它们必须最大化自己的捕食武器 也就是嘴巴 因此它们就进化出了约战的身体四分之一 有如剃壶一般的大嘴 不只能够折叠还能在捕食时膨胀起来 让它的嘴看起来十分巨大 这个巨大嘴巴的用法 意外的并不是主要拿来吞食巨大的生物 相反的它们更常吞食体型较小的 头竹类无脊椎以及甲壳类动物 当它们遇到猎物时 就会张开那夸张大的嘴 连同大量的水一同含入口中 之后再从塞缝将水排出 完成狩猎 当然只拥有这张大嘴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深海是不够的 为了能在黑暗中吸引猎物 它的尾巴有能够发光的荧光体 有时在狩猎时 它会将尾巴卷起 放在头部上方 吸引猎物靠近 接着再张开那黑的不可思议的嘴巴狩猎 学者认为 替狐蛮的嘴巴内部 表现出超黑色的伪装 这种黑到不能再黑的颜色 能够反射不到0.5%的光线 让这张大嘴 能在低光源的环境中难以被察觉 这些特征 都是替狐蛮能在深海生存的武器 除此之外 在比较近期的研究中发现 虽然没有人看过替狐蛮交配 但在深海 替狐蛮会将绝大多数的精力 拿来寻找另一半 这同样会反映在它身体的外形上 尤其是雄性 每当雄性替狐蛮性成熟时 它的胃会缩小 生殖器官会变大 程度甚至占据了胃腔大部分的空间 同时还会长出较大的嗅觉器官 这可是几乎失去失离的它 唯一能够找到另一半的方式 用蚊的 雄性替狐蛮能用放大的嗅觉器官 透过雌性释放的费罗蒙 来定位出它们在深海的位置 一旦找到另一半 它们就会进行这一辈子最后的任务 交配 原来学者发现替狐蛮在繁殖期 不只会出现上述的身体变化 竟然连牙齿也会一同失去 表示它们一辈子 很可能就只有这一次的交配 在交配后呢 它们就会死去 是一个为延续种族而存在的深海一行 最后这一个也是最近挺红的短片 你可以看到一群血鹦鹉躲在鱼缸的水管后面 看起来好像在提防什么 画面一转啊 原来是这一只在一旁悠有的小鱼啊 文字叙述表示 鲨鱼再小也是鲨鱼 原来这是一只小鲨鱼 难怪这群鱼会被吓得不轻 不过其实哦 这又是一个误导的影片啦 影片中这一只鲨鱼哦 并不是真的鲨鱼哦 它其实是台湾人叫它成吉思汗 外国人称它为shark catfish鲨鱼碾鱼的长丝巨碾 虽然它因为备策与复策的长期和鲨鱼有些相似 因此被称为鲨鱼碾鱼 但是它和鲨鱼哦并没有关系 而且其实它并不适合一般居家的水族箱 因为虽然它现在看起来很娇小可爱 但是这种鱼啊能够长到250公分 极端点的能到300公分 是原产于湄公河的碾鱼哦 它在台湾市面上出现了至少30年有了 很多人就是因为它那和鲨鱼类似的外形 与小时候娇小的体型而购买它 但是长大后啊 它的体型快速增长 狭小的空间再加上有点神经质的个性哦 让它会因为一点声响 就会变得暴躁在鱼缸里面乱撞 甚至会因为鱼缸的狭小空间 越长越畸形变成球状 很不适合一般的鱼缸 导致不少个体长大后都被弃养 而且它是属于杂食偏肉食性的鱼类哦 除了常见的鱼虾蟹以外啊 巨大的成年个体 甚至曾被发现吞食狗的尸体 属于顶级猎食者 配合上较侵略的个性 的确不太适合和比它体型小的鱼昏样 不过以影片中的情况来看 这个大小的陈一丝汗 应该暂时还不会对这群血鹰鹉造成威胁啦 养过血鹰鹉的人应该知道 比起害怕钢中的鱼哦 它们更忌惮于钢外的人类 常常会躲避靠近的人 或是群聚在一起躲在角落 以及物体的后方 所以导致它们这样行为的哦 还真的不一定是这一只假鲨鱼哦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喜欢的请给我个订阅 同时如果你不知道 人皮疏长出毛发的秘密 以及背后恐怖的故事 那就千万不要错过 右上角的会员影片哦 我们下次见 提醒各位 现在影片留言区已经开启咯 欢迎各位的留言 不过由于留言比较多哦 小刚会优先回复付费会员 以及购买超级感谢超级贴图的人 当然你们大家的留言以及指教啊 我会尽可能全部看过的 请各位踊跃讨论吧